三个女人和四十个男人被关进了一座荒岛 在这里没有志 三个弱小的女人很快就成为了男人的战利品 她们不仅白天要耕地 晚上还要被拉去继续上夜班 但如果想要逃跑 她们就会被佛波勒抓住 直接扔进海里喂鲨鱼 很快 一个凶狠的死囚犯 长毛就称霸为王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 她直接把温顺的菜花封为压寨夫人 而其他的几个女人则要被点名 安排去加班 直到一天 岛上再次被送来了一个黑妹 刚到这里 她就吸引了所有人的助力 很快 统治者长毛看到黑妹后 直接两眼发直 随后让小弟教她这里的规矩 但没想到 黑妹也是个硬脾气 直接给了她一个巴掌 可男女力气实在悬殊 很快黑妹就被她踩在脚底给制服了 就这样 四个女人只能任劳任怨地不停工作 很快 有两个男人就因为食物不够大的出手 统治者长毛见此也不阻碍 因为佛波勒送的资源根本不够吃 死掉一个人就会节省一个人的粮食 好在唯一善良的大壮不满长毛的残暴统治 于是她带着几个兄弟准备逃跑 过上人人平等的生活 甚至还带走了岛上为数不多的女人们